张慧妹 吴岳天 红发 艾德 还有酷玩乐团 今年海内外巨星们宠爱台湾粉丝 频频来到高雄开场 但这似乎也让旅宿业者们偷偷哄抬房价 对啊 那只要有公众啊 调压什么的 多个家里的时候 他们早半年都很难找 都找不到别人的 从2022年至今还不到三年 找到高师傅财阀乱喊价的旅宿业者就有39间 像是四月一间青年旅社 十人房的单人床位收费尽要价2700元 超出备查房价四成 英国天团Coplay去年来台开场时 也有一家旅宿业者房间备查金额4620元 实际却收费7413元 旅宿业房价期查共财罚了39件 罚金151万元 另外我们针对非法旅宿 一共期查了1858家 财罚件数133件 财罚金额达到了1893万元 然而查获这么多业者乱喊价 总共也才开罚151万元 就遭到批评 根本罚太轻 才没人会怕 所以我们也建议找出法员 依据针对于一定规模以上的旅馆 要进行比较重的惩罚 可以寄出一些奖励机制 来鼓励检举者 遏止不孝厂商的不孝行为 太夸张 我们自己都不会去消费 希望观光局那边可以加把劲 把这些不孝业者都揪出来 下半年华语天后蔡静雅 日本摇滚天团 Wine OK Rock 甚至还有韩星拼盘演唱会 都将在高雄举行 政府刚刚拿出魄力 祭出政法 避免业者哄台房价 粉丝们也能登入台湾旅宿网 查询资讯 才不会成了冤大头 欢迎新闻林维凯 王俊宏刘备 高雄财团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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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elections 感谢观看